涅槃也是齐心虚统 涅槃是不生不灭 在中国 孤疑犯着灭 像这个四地里 苦疾灭道 灭就是涅槃 凡于是涅槃 灭什么呢 灭烦恼 灭见识烦恼 灭沉沙烦恼 灭无名烦恼 这都叫涅滅 心意里面 玄奘大师以后 都翻作原籍 原是功德圆满 疾是清净即灭 这个意思也很好 疾跟灭的意思相同 云就是自信的信德 如果烦恼灭掉了 自信 圆满的信德就陷进了 在这个意思 自信里面 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正能 有圆满的向好 样样圆满 没有丝毫欠缺 这是你自信 你本有的 这原解的意思也非常好 千万不要误会 把涅槃当作死 那就错了 涅槃不生不灭 可是真的 有不少人 把这出家人死了 都叫入涅槃了 或者都叫原籍了 错了 以前李老师 给我们上课常常提到 人何着不行啊 人家都不赞叹了 可是死了之后都成佛了 都叫磨磨 原籍了 原籍是成佛了 那哪一个不死呢 死了都成佛了 不必修了吧 这是 对于佛法里很多名词属于 没有真正了解 把它采用了 永远 不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